中共二十大前,習近平的權力慾望空前膨脹 近期中南海不斷釋放出重返毛澤東路線的信號 被認為為習近平終身執政鋪路 不過,他在中央黨校中青年幹部培訓班上的講話中 14次提到鬥爭這個詞 被評論人士指是顯示中共內外的情勢都不妙 習近平是否能順利在明年年底的二十大上實現連任 這對他本人來說可能是生死攸關的事 為此,中南海近期通過高調紀念毛澤東指定接班人華國鋒 釋放重寫中共黨史的信號等動作 為習近平樹立權威,重啟毛澤東時代的一人獨裁去鋪路 為了賦予習近平所謂思想家的色彩 而出版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 也在近日搞了一輪新動作 由新華社發通稿說 17個國家的知名出版機構已經與中方出版社簽署了 第三卷國際合作翻譯出版備忘錄 結果外界從這套著作的推廣照片中看到了原機 推特用戶LT時界點評說 從毛澤東選習到習近平治國理政 每個黨魁都出書 後一屆的尺寸總比前面的大 背後隱藏著中共黨魁們的野心 點評說 每個中共黨魁都認為自己超越歷史 最直接表現的是讓自己著作的尺寸 一定要比前任的大 不知道這種趨勢發展下去會如何? 評論區一片嘲笑聲 有人說 習近平看書也辛苦還出書? 也有人評論說 習近平真是做了前人不敢做的事 直接把王位的任期上限取消了 一輩子都可以做皇帝 習近平打算在中共二十大實現終身在任 幾乎成了路人皆知的司馬超之心 不過他的政敵是否會束手看他登機? 目前尚未見分曉 習近平3月1日在黨校培訓班開班儀式上訓話 一共不到400字的講話中 出現至少14次鬥爭 要求要敢於鬥爭、善鬥爭、會鬥爭 更強調中共是依靠鬥爭走到今天 也必然要依靠鬥爭贏得未來 時政評論人士鍾原認為 習近平的這段講話延續了先前他在政治局會議上表現出來的低調 顯現中共目前內外的情勢確實不妙 他認為由於中共內外的狀況仍然很麻煩 卻無解決之道 因此習近平才會頻頻地說忠誠、鬥爭 並持續向反對派釋放強烈的鬥爭信號 網絡上亦有類似的意見 譬如說 習近平不斷開始使用鬥爭 說明他在權力的鬥爭中 他的環境已經變得越來越險惡 心中充滿著恐懼 鬥爭是其唯一能幫助他維護權力的方法 如果說當初是習近平主動復辟毛澤東路線 那現在就由不得他了 不走無事的鬥爭路線 他連一天恐怕都活不下去 這叫作簡自博 自由亞洲電台則發表評論說 習近平多次公開談鬥爭 讓外界感到習近平可能並不像他表面的那樣成竹在空 而且共產黨不鬥人 還能是共產黨嘛 這篇評論還引述前中央黨校刊物 《學習時報》副編審鄧律文指 胡錦濤主政時期 中共的執政方針以和諧為關建築 鄧小平主政時期 中共更是從文革時期的二階級鬥爭為綱 轉變到以經濟建築為中心 雖看來中共經歷了不同時期的變化 但其實習近平是恢復中國共產黨的本性 從哲學來看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鬥爭的黨 而且從歷史來看它確實也是一個鬥爭的黨 從它成立的那一天開始就在鬥爭 一直鬥鬥鬥直到今天 《九評共產黨》就曾分析說 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的哲學 共產黨的統治也是建立在一系列 對內對外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思想鬥爭之上 毛澤東自己也曾直言不悔說 秦始皇算什麼?他省了460個月 我們省了4萬6千個月 有人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 我們一概承認,恰負實際 可惜的是,你們說得還不夠 還要我們加以補充 習近平全面重返毛澤東路線 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個會在中共二十大前帶來怎樣的變化 外界正在關注當中 多謝您收睇時局新聞,再會!